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美食市場有些人 是韓國的傳統食物 今天呢 給大家介紹一下 韓國的傳統食物是什麼 海鮮韭菜餅 我們先了解一下 我們先了解一下 海鮮韭菜餅是什麼樣的食物 我口味道是在水果肉,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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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食物 我和韭国的文化文化有的文化 那是海外的文化文化 今天几乎雨的日子 就把米糕加上去 一起吃一瓶 那我们看看材料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配料 这里的材料是 煮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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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煮 来我们分成了这个两边 这边是做这个面糊的 这边是高筋面粉 这个是土豆的淀粉 最前面的是水 还有鸡蛋 这边的是盐 还有白糖 这边是煮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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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已经剁好的这个是大蒜 还有就是黑胡椒 然后呢 这个是韭菜 已经切好了 不是已经洗好了 韭菜和 就是最后要放到上面点缀用的 红辣椒 然后呢 这些是我们一会儿要蘸的佐料 心里面 干酱 水 料酒 白醋 胡椒 这个是辣椒面 胡椒田 然后这个是红辣椒 还有葱 참기름 香油 芝麻 还有蒜 好 我们下面来做一下煎饼 好 我要开始做了 来 我把高筋面粉倒进去 倒干净 然后 这是土豆淀粉 没倒关键哦 白糖 还有盐 倒进去 好 先给它搅开 中间给它留出一点点空位置 把鸡蛋打进去 好了吗 鸡蛋放进去 好 我打进去 我要回家 打进去 打进去 不开玩笑 两个 打进去两个 好了 我要擦一下手 擦一下手 然后 搅开吗 放一点点水 好 给它搅开 不要让它成块 不要让它有结块 然后再放一点点水 继续搅 好了好了 好 我们接下来呢 做一下蘸料 我要先放什么 都放进去吗 好 我想先放酱油 然后放大蒜 把蒜末倒进去 蒜末 辣椒面 辣椒面统统放进去 还有 大蒜末放进去 然后 红辣椒都放进去 然后 这个是 料酒 韩国的料酒跟中国的有点不一样 是透明色的 透明的 中国的料酒有点发黄 韩国的是有点 不一样 韩国的是透明的 不一样 这是醋 中国的有点发黄 这个是香油 香油 然后 这个是水吧 对 水放进去 然后 最后我放芝麻 芝麻都倒进去 搅 然后 放到冰箱里 可以放三到五天 可以吃很长时间 一次可以多做一点 好了 好了 来 我们来整理一下这些鱿鱼 好 我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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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 切 两个手指这么长 我要比一下 切这么长 好 要比一下 一定要切吗 一定要切吗 我可不可以切再长一点 我都说了 我在家不做饭吧 好了 好了 切好了 好 然后呢 切什么 切它吗 切它吗 切它 切它 这个怎么切 这个45度 啊 切45度 厚 45度 是什么 90度 45度 切薄一点 好 切薄一点 好 要切 因为它是点缀用的 所以切五个 五个 够了够了够了 够了够了够了 哦! 啊! 有鱼! 你要用? English 来,你来吧 我比较怕这个东西 来 Pадц Меня 要切多少大会有厚余的 这是最大的 要大的切成硬吗 切多少大会有厚余的 太大的话 比韭菜切小一点就可以了 因为太大的话吃起来会很不方便的 把它里面的内脏要清洗干净 它外面表层的皮你可以把它剥下来 也可以不剥 根据个人的喜好吧 然后给它切成一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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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切得好快啊 刀工不错啊 你是不是经常在家里做饭 听不懂 这些东西也准备好 这些东西也准备完整 这些东西也准备有很多 这些东西也准备好 准备好 放入到这个完成东西 好 我们把这些东西的东西 都振在这个准备好的面糊里面 我把它倒进去 韭菜 海虹 还有鱿鱼 虾仁也大 大蒜 都放 放一点点 一点点 稍微放一点点 然后搅拌吗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好了 搅好了 往旁边去一下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油要多倒一些 煎出来才好吃 还要倒吗 多倒一些 煎出来才会脆脆的 如果一会儿不够的话 你还可以再倒一些进去 搅拌均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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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温度 温度 搅拌均匀 用这个 用大勺 用大勺 火挑小一点 咱们放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小心油光刀里 然后多放一些 咱们多放一些菜跟海鲜 多放一些菜跟海鲜 然后这个面糊少放一些 看 它不会崩到我了 这样 这样 然后捞出来 给它铺开 铺圆 然后朝一下火 还能抢一会儿 我看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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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一次 再一次 再等一下吧 再等一下 等一下 真的吗 好像还没有用 好 好好好 很好 很好 要按吗 试镜 试镜按 然后上面有点干 我再加一点油 要 从外边加 多加一点 充分给它加 加进去 哦 哦 然后呢 咱们放上这个辣椒 点缀一下 然后搅拌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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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放吗 我要现在放 给它点缀一下 好看一些 这样非常好看啊 不很好 不是很好看吗 你刚开始放的时候 没放好看 然后 然后 让它能沾到上面 然后 我要用这个 面糊 给它沾上去 嘿嘿 好了 可以了吗 可以了吗 然后 我们要再翻一下 我离你远一点 来 我们要炒一下 锅 他要出锅了 有 哦 感谢观看